来到新竹 身为新竹人 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你 让你有宾至如归回家的感觉 说有什么愿望 风哥 这个新竹我来了非常多次了 你说这个城隍庙马也去过了 伴手礼也买过了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城隍庙去过了 去过了 也吃过了 那伴手礼花生酱米粉共玩 通通买过恩赐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回家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会这样就没招了吧 我还真的有 我怎么可能没招 拜托 我是新竹人 抱杯啊 拜托 新竹这几年有一些 小小的店家 老宅改建的咖啡厅 然后每个还有文清风的 各个都非常有特色 但是我今天要带你去一家 非常有feel的店 什么店 它是美式的异国料理 然后呢它喜欢用鲜香料 然后调味出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这家店你吃了它的美食 你会觉得很像有出国的感觉啊 哇 风哥 我最喜欢鲜香料了 尤其无辣不欢 真的吗 你知道我最喜欢辣味 那个辣妹来哦 我只看到阿姨啊 阿姨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阿姨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阿姨 等我 我的阿姨 阿姨是不是 别这样啦 人家思思好歹也是个黄花大闺女 怎么被你说成这样 什么阿姨 在新竹这个知名百货公司 附近的巷弄里 有一间将各式新香料 玩弄于鼓掌之间 创造出各种异国风味的餐厅 让你有一吃下去 又仿佛自身在国外的错觉 事不宜迟 赶快一起来出国咯 行吧 这家是不是很有出国的感觉 我觉得有 仿佛来到了美国 真的 美国啦 或者是南美啦 公司这个薯片 忍不住就要吃了 这个是现天薯片 跟什么摩尔起司酱 对 这个是摩尔起司酱 这上面还有这个培根碎 对不对 还有马扎瑞拉起司 它的这个起司 搭配了这个薯片 好脆喔 因为它是每天现切现炸 还带皮 还带皮 所以咬进去之后 你会觉得哇 它的口感非常的脆 可是它的脆又不像那种 一般洋芋片的脆 它不会扎口 再来是 它里面有这个碎培根嘛 加上起司 你会觉得哇 口感上 其实你可以咬到一点 那种小肉的那种味道 重点是这个起司超香 而且它不会很辣 它叫摩尔起司酱 来... 我来加一下看... 我也是酱 你也是没有在客气的耶 我也是酱嘛 没有在客气 是不是很好吃 我好像揍你喔 太好吃了 揍你吗 有点微辣喔 然后我觉得现切的真的好吃耶 因为现切的就是外层很脆 带皮那一层很脆 对 中间的有点软 软软 它也咬得到一点点 马铃薯的那个... 香气 肉 对...就香气 然后肉 然后再加上它... 它放那个香料 很棒耶 风哥 你在台湾很少听到摩尔起司酱 我根本没听过 我跟你讲我也没听过 但是摩尔起司酱呢 是这家店 算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超开 摩尔起司酱就是摩尔酱 再加上起司酱 那什么是摩尔酱 它其实是墨西哥的一种酱料 它主要是有一些香料 外加上这个辣椒 磨汁而成的一种酱料 然后风哥你可以看到 它们的摩尔起司酱啊 它里面有点绿绿的 有没有 但是... 这个其实它们特别使用的是 绿色的辣椒 绿辣椒 所以看起来会有点绿绿的 那基本上这个摩尔起司酱 你想... 它四种酱料 再加上意大利的马铃薯辣起司 加在一起根本是绝配 对 一般来说我觉得 如果你对于辣的接受度 没那么高的 这一款是很能接受的 很棒 很棒 它就提味 它要开味 没错 胃一开了之后呢 飲食不停了 真的 就要来配这个 南加州焗烤生蚝 好 赶快把它装过来 等一下... 我可以分一个吧 可以... 可以了... 好啦 本来像妖头 我们一起吃啦... 我们一起吃 我觉得发明这种生蚝焗烤的人 真是甜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妈呀 太好吃了 因为对于有一些人 他不敢生吃 你这样放点焗烤 然后它可以去一点味 对 然后再来焗烤完之后 它会有点半身熟 这个味道其实非常的棒 对于不敢生食的人 你就会敢吃 然后它外面的起司 就像你讲的杰克起司 鲜咸香香的 然后... 烟熏味 一点点 烟熏味 有 没有 其实味道是明显的 跟... 然后再搭配它里面有一些洋葱 蔬菜再加上生蚝的海鲜 对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吃到 那种生蚝 它本身海鲜那种鲜甜味 鲜甜味 超棒的味道 这个酱料调得很棒 看胡须哥哥吃得浑然忘我 就知道这焗烤生蚝 有多赞的啦 就加了杰克起司 莫扎瑞拉起司 还有沙沙酱下去焗烤的生蚝 它扑鼻而来的香气 还有起司Q弹黏牙的口感 让不敢生吃的我 都忍不住要大口大口 塞进嘴巴啦 拜托 别吃太快 也留几颗给我吧 小战斧猪排 一定要来试一下 它又有酱料耶 你看这个战斧猪排 它看起来是有点红红的 很多客人都会以为说 你们这个战斧猪排 是没有弄熟就端上来 没有 因为它们的烹调方式很特别 它们是用输肥的方式 那输肥的方式它就会 必须要有温度的控制 输肥非常不好处理 那在输肥的那个过程中 它们本身肉也会做一个调味 做腌制 那它腌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到它本身腌制的味道 好不好 那要蘸醬吧 好 要蘸醬 这是什么醬 这个叫做南美老虎醬 Tiger 是不是很厉害 那感觉会很辣喔 我跟妳这个 对 试试看 好吃 我很喜欢这个辣酱 老虎醬呢 顾名思义就是 它感觉会冲出来 辣椒会冲出来 那这个老虎醬 它更注重在于香料 它的香料有胡椒的香气 它有一些刺激 可是你说 它其实不会辣 不是那种辣椒 生辣椒辣 鲜香料的辣味比较重 然后重点是它多了一份甜味 对 美乃滋的感觉 它这个老虎醬 我觉得吃起来 它比较那种是顺口的辣 然后我觉得 它的这个小占福猪排 料理得非常好 你刚吃的时候 有没有吃到中间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黑糖味 有 没有 外层在那个 是不是有焦糖 外层其实它用了 那个蜜汁香酸 所以你外层 你会吃到很甜甜 有点那种蜂蜜的味道 有 我刚刚 因为我刚这样摻的太多 微甜 我以为是 微甜 结果它不是 是本身 对 本身就有这个蜜汁香酸 那它在内层 因为它在腌制的时候 它有做了一点 加了这个黑糖 所以它整个肉吃起来 你会觉得有点微甜 微甜 你看直接单吃也都很好吃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口感 有点像 非常好吃 但它有点像猪颈肉 就是松板猪的那种感觉 它的口感很像松板猪的感觉 好好吃喔 好软嫩 我觉得超软的 虾米 这口感吃起来 竟然还像松板猪 到底是什么味道 真的让人太好奇了 这小战斧猪排 先加了黑糖 用输肥的方式 将肉汁及甜味锁在里面 经过高温油炸过后 接着再进入煎烤的程序 最后还涂上香气 逼人的蜜汁香蒜 就是要让大家享受到 这种等级的几次美味啊 这个 听说是店里的糟糕 老墨辣椒油肉吧 老墨辣椒油肉 这个就是他们的 墨西哥炸辣椒 真的假的 好吃喔 炸辣椒怎么可以炸成这个样子 你这样等一下 人家要怎么配汉堡啊 好好吃喔 真的 阿娘味好好吃喔 这个汉堡这样吃就对了 空哥 你吃成这个样子 我要怎么吃啊 你不是有吃辣椒的 老墨辣椒你也熟吗 老墨辣椒你也熟吗 老墨辣椒你也熟 那其实基本上 你知道汉堡的由来 真的是众说分允 我们今天就帮大家 整理三种说法了 那第一种就是 就是说达达牛肉 有没有 从俄国传到德国 有 那德国人呢 就把这个达达牛肉 拿去这个煎烤啊这样 然后成为当地工人 非常喜欢 非常流行的一种食物 工人 那因为德国的第二大城市 也就叫做汉堡 在当地就位为就是风潮 所以汉堡就是这样来的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在以前那个大航海时代 有没有 哪有 你知道在船上 海蟹王 好烦喔 你知道在船上啊 那个餐户里面那个肉 又硬又干 怎么吃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想说 为了要让这个肉 可以有揉软的方式 而发明了一种烹调方式 那那个地方 刚好当年 在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船只都停靠 汉堡港 所以汉堡就这样来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没有 还有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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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完没完吃之解 对 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堡 出现在1895年的康乃迪克州 那时候有一个小贩叫做路易士 他就开着他的这个餐车 午餐车下 然后去卖他的牛肉三明治 那他为了不要浪费这些牛肉 是 你知道牛肉就是三明治 它还是会有一些绞肉啊 碎肉啊 把它收集起来 他就把它煎烤而成 夹在两块面包里面 于是乎 他就成为了美国时尚的 第一个汉堡 对 哇 所以这支汉堡辣 你快讲到我也快吃完了 峰哥 你也有一口给我吧 我跟你讲 汉堡教授 简故给你讲 我跟你讲 这个汉堡的面包 布里欧面包 超好吃 布里欧面包通常都是奶香味 不是 而且重点是 它布里欧面包咬起来是 中间是中的 上面呢 它那个铁 应该是铁板 有点嚼劲 对 然后搭配里面有牛肉 一样我刚刚吃过的沙沙酱 然后呢 它的肉香非常的棒 肉汁很 整个锁在里面 你看整个地儿出来了 而且重点是 我每一口吃下去 我都停不下来 哇 我看得出来 太好吃了 你趁我在讲的时候 你几乎要把它吃完了 重点 辣椒 我跟你讲辣椒会太好吃 那个老木辣椒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它里面还有加老虎酱 你有没有发现 有 南美老虎酱 它味道就很棒了 我说真的 你真的不需要再加其他的酱料 微微辣辣 还要享受那个酱料香气 真的 互相消失的 我完食了一个汉堡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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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还有点饿 那酥脆口感的墨西哥辣椒 咔滋咔滋的 一吃就会上瘾 还有那紧实的牛肉汉堡排 再加上奶香味十足的 不留面包 这老墨辣椒牛肉堡 拜托也给我外带一下 好香 好香 好香